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要马上进京赶考 想来求个功名 这个时候有人给寻香来提亲 有个姓林的这女孩 很漂亮 喜欢你 你俩结婚 李东斌就觉得这时候正读书的时候 一旦结婚 沉勉于美色可就上心不了了 就这么 李东斌说 兄弟 你也没钱 这婚事我来操办 但你得答应我一样 我媳妇跟这林家的小姐关系很好 没好够呢 嫁给你之后怕往来不方便 他俩这头三天 我媳妇呢 跟你这媳妇得在一块 你不能进洞房 寻香没办法 答应了 结果过了三天 他见这个媳妇 这个媳妇就哭了 说郎君呢 你怎么能这三天把我扔到房间里呢 说不是有那个嫂子陪你吗 没来 我守空房守三天 这时候寻香明白了 我哥哥怕我沉勉于美色 让我清醒清醒 俩人一商量啊 说呀 李东斌大哥对咱太够意思了 咱将来怎么报答他 过不长时间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呢 到一个地方当巡护去了 这样呢 哥俩不能在一块了 两人撒了一尔别 八年之后 李东斌家遭了难了 一把大火把房子烧没了 家产都没了 俩人在个小扫房里头 这时候李东斌呢 知道这个自个兄弟寻香啊 调到附近这地方啊 来当官来了 一想我求求我兄弟吧 到兄弟家里一说这事 寻香热情招待 有吃有喝 但是不提 给你家盖房子干嘛这个事 刘李东斌呢 在家里待了一个月 隔一月之后呢 说你回去吧 也没给什么 李东斌心里这个恨 说当年我对你有这么大的恩 你现在就这么对我 合着我在你家蹭吃蹭喝来 等一回到家 他发现原来家那地方啊 变样了 原来那小破房啊 变成了几近几处大宅子 可这宅子上边都是 哎呀 披着麻带着笑 这边是白那边什么 丧事 一进到家里 一看仆人看他都吓过枪 还有不少在那哭 进里头呢 看着他媳妇呢 他媳妇看他 夫君呢 你是人是鬼啊 说这怎么回事啊 说我告诉你 你走不长时间呢 这个你那兄弟寻香派了人 给咱家房子翻盖了 盖成这么漂亮 但是呢 前天呢 给送了一口官菜 说你死到他家了 就这么咱就办丧事了 你们说哪有这个事 把官菜打开 一打开一看里头 一下子金银财宝 这才明白 这寻香啊 是真想帮他忙 一看那金银财宝 上面还有张纸 纸上有首诗 写的什么呢 叫寻香不是父亲郎 又送金银又盖房 你让我骑守空房 我让你骑孤端长 你看当年这点事啊 以这种开玩笑的方式 报复回来的 所以当时有人说 你看这哥俩 吕洞宾还不知道 这兄弟对他这么好 这叫寻香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 有人说不狗咬吕洞宾呢 过去啊 这字啊 印刷术不发达 大家都是手抄 容易以鹅传鹅 这个寻字啊 抄着抄着 上面草头有 下面这个中寻的寻呢 中间日字就少了一横 变成了狗且的狗了 那香字呢 抄来抄去 把上面一撇去掉了 下面一个木一个日 成了咬无音信的咬 寻香变成了狗咬 所以说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 这是传嘲过程当中的 以鹅传鹅 但是却把这典故 千古流传下来